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斜面的這一題範例 那其實學校斷考的時候也很喜歡考怎麼樣 考這一類的問題 因為它結合了盡力平衡跟牛頓力學的兩個概念 他說M1跟M2跟各個接觸面都沒有摩擦 那圖A中M1 M2保持平衡 那如果把M1 M2的位置這個交換如圖B 好 則圖B中物體的加速度大小到底是多少 ABCDE五個選項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圖 那這個角度呢53度 這個角度37度 一開始如果這樣放的時候 那題目說M1 M2保持平衡 那如果你把M1 M2兩個位置把它交換 那這個時候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不會保持在平衡的狀態 問你加速度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一開始其實要對它做怎麼樣 做這個力學分析了 那我們剛剛講如果要算快一點點的話 那我們直接怎麼樣 直接確定一件事 物體是沿斜面洞的話 你就直接把重力寫成一個叫MGsin 一個叫MGcos 所以我可以直接寫這個叫做MGsin53度 M1Gsin53度 那這裡呢叫做M2Gsin37度 那M1呢還收到這裡有一個張力T 這裡收了一個張力T 那如果呢它說不動保持平衡 那表示M1Gsin53度等於T 那這個T呢等於M2Gsin37度 那既然兩個相等嘛 那同一條繩子 繩子不考慮質量張力也相等 所以M1Gsin53度就會等於M2Gsin37度 所以我們可以列第一個方程式 M1Gsin53度等於M2Gsin37度 那我們可以得到第一個結論 就是M1比上M2呢會等於3比4 這裡是五分之四 這裡是五分之三 這個除過來 好這個除過去 那剛好M1比M23比4 所以我們第一個算出怎麼樣 算出它的質量比 那題目說如果把M1M2呢 把它怎麼樣 把它對調 那對調以後問你說這個加速度呢 那到底是多少 好對調以後這個變M2 這個變M1 那這個時候呢 它沿著斜面動啊 所以我這裡力可以直接寫M2Gsin53度 那這裡力呢 我可以寫M1Gsin37度 那我假設呢這個系統是這樣子動 這M2向下 那這個M1怎麼樣 M1向上 你說老師怎麼不會說 這個M1向下M2向上呢 有可能 沒有關係 你照一個合理的方式去假設 那如果你假設錯誤的話 你算出來加速度就會多一個方向 多一個負號 基本上呢大小不會變 是多一個負號 所以我就直接假設怎麼樣 假設它是往怎麼樣 M2往左下 這M1往怎麼樣 往左上 好那現在呢 我們要列怎麼樣 我們要列合理等於0 所以對M2來講 好我列一個方程式 叫做合理等於MA 所以要列M2Gsin53度 減掉T等於M2A 各位第一個方程式 M2Gsin53度 減掉T等於M2乘以A 叫做合理等於MA 好這是對怎麼樣 這是對M2列的方程式 那對怎麼樣 對M1列的方程式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過一件事情 這F等於MA 你的F跟A必須要同方向 你的加速度如果往左上 那你就要用這個T去扣怎麼樣 去扣M1Gsin37度 所以T減掉M1Gsin37度等於M1A T減掉M1Gsin37度等於M1A 所以我得到怎麼樣 得到兩個方程式 那我的目標是要解除怎麼樣 解除加速度 所以我就把這兩次怎麼樣 兩次相加 這個T怎麼樣 T對銷 為什麼T對銷呢 先預儲一個伏筆 這有點類似像系統的內力 那等一下我們講到定滑輪的時候 好我會教你一個解定滑輪的技巧 好所以兩次相加 這個加速度呢 就會等於M2Gsin43度 扣掉M1Gsin37度 除以M1加M2 那現在M1比M2呢 我們剛剛在一開始得到條件 叫做3比4 當然你可以假設說一個叫3M 一個叫4M 好不過呢 其實你寫3M4M 最後M還是會消掉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寫比較簡單 就直接一個當作三個單位 一個當作四個單位 所以我們M1呢 就把它當作3 M2呢就當作4 所以3加4 3加4 那M2呢就當作4 所以4G乘上353度5分之4 這M1呢就把它當作3 Sin37度5分之3 那這樣算出來的答案剛好是多少 剛好是5分之1G 剛好是5分之1G 所以答案選什麼呢 答案選C 5分之1G 所以這個題目呢 仔細體會一下 他考你怎麼樣 第一個先考你盡力平衡 基本的力學分析 再考你怎麼樣 再考你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計算 所以這個題目呢 算起來其實不太難 但是有一點點小小的繁瑣 因為一大堆怎麼樣 一大堆Sin啊 一大堆什麼MGSin啊 等等點點 好希望等一下你的將意上 一樣自己實際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